他们相识十九天后结婚 婚后三天 新娘确诊为妙毒症晚期 巨额治疗费用 新郎左右为难 众亲友斥责新娘骗婚 而新郎一家不离不弃 闪婚背后有着怎样的隐情 敬请收看本期人口 2009年3月的一天 重庆十小路小区的一间出租屋里 来了一个怒气冲冲的女人 进门就对着正在床上休息 结婚没几天的新娘恶言相向 来的这个女人是新郎的朋友 她指责新娘骗婚 婚前隐瞒自己的病情 和新郎刚刚认识十九天就结婚 新娘低头坐在床上 一言不发 而新郎则在旁边的屋里 不知如何是好 那么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事情还要从二十多天前说起 新郎名叫梁雍君 今年四十岁 是四川浪中人 在重庆以安装木地板为生 新娘叫董荣华 今年三十八岁 也是四川浪中人 2009年2月 她辞去了广东的工作 来到了重庆 在同乡的介绍下 梁雍君和董荣华相识了 由于梁雍君和董荣华 都有过离异的经历 因此他们在婚姻的问题上 比较慎重 董荣华在与梁雍君相处的过程中 渐渐对梁雍君有了好感 而梁雍君也对董荣华产生了爱意 只是考虑到自己家庭的实际困难 而没有主动对董荣华进行表白 我也觉得自己有老人有小孩 自己家庭又不是这么富裕 就是本身就有这么重的负担 他就能不能接受 因为我就一直还得顾虑这个问题 一天梁雍君突然接到董荣华的电话 这是他们的关系进了一步 当时我认诚还是觉得很高兴 那么有感觉就不对头小 有头啊 又不想吃饭 这个路就有点就是 就是起跌不上那样的 就是腹肌有点困难 董荣华因在四川浪中办理过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因此他提出回老家看病 董荣华回到浪中后 马上就住进了医院 可病情并没有好转的迹象 第二天第三天睡一都睡了 睡觉就睡了 瓶睡都不行了 浑身就肿了肿得好厉害 远在重庆 一直惦记的董荣华病情的梁雍君 万万没有想到 一个小小的感冒 怎么会越致越严重了呢 而此时一个人住在医院的董荣华 由于生病而倍感孤独 他多么希望能有一个人陪在他身边 他向梁雍君发出了这样一条短信 他说如果生机没得啥子 你就过来 如果你有啥子想法 你就不过来 来一步来又是他的选择 反正我又不抢面他 收到短信后 梁雍君想了很久 他了解人生病时的心情 可如果去了 也就确定了他和董荣华的 关系 他不知该如何是好 梁雍君是一个很重情义的人 他最终还是从重庆去了四川浪中 当他走进医院 看到董荣华的那一刻 他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 梁雍君得知董荣华得了严重的肾病 我当时看到他的时候 他的情景也让我非常震惊 连他的便盘那些都没得到 还有底下的满地的那个卫生纸 那些东西 人呢就非常负重 全是在那个床上 我只带着眼泪都流下来了 梁雍君得知董荣华得了严重的肾病 他决定带着董荣华回重庆治疗 为增加董荣华战胜疾病的力量和信心 梁雍君在他和董荣华相识的第十九天 办理了结婚证 回到重庆后 梁雍君直接将董荣华送进了医院 医院的诊断结果让他们大吃一惊 和董荣华结婚刚三天的梁雍君 此时有点后悔当初和董荣华结婚了 梁雍君想不明白 为什么感冒会发展成尿毒症呢 尿毒症呢 这种情况的话最常见就是慢性肾炎 还有其他肾炎 一种慢性肾炎造成了一种双肾功能的衰竭 那么一般普通的感冒 它只是就是说它有可能是个诱因 诱发了就比如说慢性肾炎 它会出现类似于感冒症状 但是感冒它不会造成那个肾功能衰竭 原来董荣华 我说我没得钱帮助你的 一旦走一下头去接下来 就是一个没得起钱的 你今天为我要借钱 我后头还 你每次把做的事要走我 我家里来承受不起 梁雍君只好背着董荣华回了家 眼看着董荣华的病情越来越重 梁雍君只好到处向朋友同乡借钱 大家知道他的情况后 不但不愿借钱给他 还极力反对他的这门婚事 并上门劝他赶走董荣华 面对梁雍君众多亲友的反对 董荣华决定离开梁雍君 可是董荣华父母双亡 他已经没有可去的地方 梁雍君和母亲也都坚决反对他离开 他们希望董荣华能在他们全家的帮助下 战胜疾病 他说我走信 但是他也必须把我送到他给他 有人接受 没人接受他就不信一下 他说反正有他 当梁雍君得知这一消息后 立刻动笔给地板协会写了一封感谢信 他在信中这样写道 病魔无情人有情 在我最无助的时候 社会各界伸出援助之手 让我这个即将破裂的家庭温暖常在 你们不但救了我的妻子 也挽救了我的家庭 让我体会到了社会大家庭的温暖 有了救助金后 董荣华每周都会去医院做两次透析 只要有时间 梁雍君就会陪着他一起去 通过治疗 董荣华的病情已经基本得到控制 虽然他身体还很虚弱 但已经能做一些家务 他很欣慰自己有梁雍君 这样一个好丈夫 他确实对我说实在的是好 哪怕就是 从来没说改变啥子的话 还是一千一日几万 而现在梁雍君的工作比过去更忙了 一些知道他情况的地板经销商 都会点名让他去安装地板 这样可以让他多增加一些收入 他一般的安装地板的话 都在我们大城市场 凡是我们大城市场卖地板的 都可以叫他安装 也就是为了保障他的收入 大城市场 然后每个月还要付他一千五百块钱工资 就是求保他的那个以后的生活保障 对不对 也就是总的说吧 社会上和朋友啊 支持他的人还是比较多 梁雍君对于这段不平常的经历十分珍惜 他不论多晚回家 第一件事就是询问董荣华的病情 他能成为一个健全人就是我最大的愿望 他如果健全人 我后头的日子肯定好过去 我们娃儿也指望 我们妈也指望 我自己的指望更大 现在这一家人生活得很幸福 可是由于董荣华这种病 需要长期透析治疗 他们最担心的就是钱用完的那一天 觉得现在幸福是幸福 就关键时候特别能够走 我想就是 因为他们觉得这些钱基本快用完了 虽然梁雍君不知道自己瘦弱的肩上 能否挑起未来生活的重担 但他从来没有后悔过自己当初的选择 有的人他认为就是我跟他结婚是一个仇 或一个家脱了 但是我觉得一个人呢 在困难的时候 你如果帮他一把 那比就是他最好的时候 你就捧他一把好得多 我现在既然救了他 哪怕就是我喝口水 就是有一瓦水 我都要给他帮忙喝水 我不管是找个媒体 我都想把这个路走下去 我们祝愿这对新人 能够永远生活在一起 祝这一家好人平安 只有在患难的时候 才能看出人间真情的宝贵 大爱无疆 真爱永恒 没有人正常的宝贝 不幸悂 不幸悂